好像一些香药 比如胡椒粒 如果没有打碎的话 直接是不会味道出来的 辣椒也是如此 咖啡也是如此 咖啡豆 不能够直接喝 有一些好的东西 新东西呢 你是必须要把它磨碎 然后那个香气才会出来 同样的我们学神学也要无耻 神学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懂得去吸收 去咀嚼 去提问它 以后我们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 对神明 对于侍奉 有价值的 这位的职位